柯市長這些水泡出來的 我們這一送給你喝你敢喝嗎 四位國民黨議員用黃澄澄的自來水 沖泡奶粉 要求台北市長柯文哲負起責任 立即還給台北市民清澈乾淨的民生用水 新手爸爸媽媽如何敢把這樣的水餵給小孩子喝 這種水是叫做正常供水嗎 這種水告訴我可以直接飲用 不用再去搶水了嗎 素敵熱颱風造成大量泥沙流入翡翠水庫 讓原水濁度直接飆升到36000度 大幅超出淨水長每日6000度的負荷量 也因此造成每個家庭被迫使用黃澄澄的混濁水 不少民眾為了安全起見 乾脆到超商搶購礦泉水 為了避免搶水效應擴大 議員特別召開記者會 要求台北自來水處限時改善水質 原水的濁度還是有2000多度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完全都可以掌握 所以現在出水的水質跟水量 已經都完全恢復正常了 所以請拜託市民朋友不用恐慌 雖然自然水處宣稱 目前所有民生用水的濁度 已降低到20%以下 都在控制範圍內 但許多家務的儲存水 仍然較為混濁 讓民眾無法安心使用 對此自來水處建議 可以先將管線內的自來水清空 若要飲用還是得先阻廢 才能確保水質安全 改播大台北數位新聞 郭正銘 採訪報導